美国抵押贷款利率预计将逐步降至合理水平 根据美国电视联播网CBS新闻7月18日的报道 根据高新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娜·库珀的观察 抵押贷款利率通常会受到十年期国债利率的影响 2023年的利差已经扩大到280以上 使抵押贷款利率高于相对平静经济环境下的水平 考虑到美联储可能再次加息 库珀预计短期内抵押贷款利率将维持在较高水平 然后逐渐下降 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通质减弱 十年期国债利率可能会走低 抵押贷款利率也将相应下降 缩小两者之间的利差恢复到正常水平 预测显示到2023年底 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预计将降至6%以下 并在2024年底保持在5%至5.5%之间 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 抵押贷款利率有望逐渐下降至更为合理的水平 sprit得 Carla 有人说两者 如果打 않的 感谢观看